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藥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鐘看神魔 今天帶大家回顧剛結束的7月挑戰任務LV9 LV10 7月剛好是地獄樂合作的月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喔 7月的LV10整關血量開始都是照起跳 6月LV10至少還看的到千億 但到了7月以及現在的8月 敵人血量已經來到下個等級了 7月的LV10有手電筒場景劑 對於手轉不擅長的玩家來說會比較吃力 除此之外還有30萬的自爆兩隻 以及會受傷反擊的20級盾 還有兩隻累積不同符石25顆的小怪 這些敵技如果不是當前新科技來處理 體感上會比較不舒服一些 LV10的通關隊伍數118組 值得一提的是拿破崙的連勝紀錄中斷了 7月LV10拿破崙是沒有留下通關紀錄的 通關隊伍可以看到近代隊伍基本上是拔卡碾壓 現代卡如果沒做到一定的血量和生存力 玩家可能也不會買單 上修後的思路與打了2卡通關 另外兩個上修黑金凱薩聂索伊 都有留下3卡紀錄 上修後也同樣變很猛的還有爪娃諾 這裡同樣有3卡通關 古希臘龍鏈之後也是各種拔卡喔 LV9的話則是中規中矩的關卡 兩個著熱地都有保護機制 沒防著的隊伍可以利用不能消的符石防止被炸死 通關隊伍很巧喔 和LV10一樣都是118組 通關隊伍前排又可以看到希希勒 還有好久不見的梅里奧達斯 相信大家看到前排隊伍長這樣就可以猜到 這個月的確喔 拔卡的隊伍比沒拔卡的還要多 所以LV9原則上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出場統計LV9最高的是化沒完 看來偷回合科技真的要加入女人的爭鬥了 LV10的話前四名就是今年的宮廷內鬥 阿爾敏常駐牌豬則是很適合拿來對付手電筒和拆炸彈 我一樣會把表格放在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就進來逛逛吧 OK以上是今天一分鐘看什麼 大家對於月挑戰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